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主要的目的是通过化疗减少肿瘤的负荷 也就是使肿瘤缩小 然后降期使它的分期能够降到能够达到手术切除的这个目的 同时呢 术前的新辅助化疗还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检测化疗药物敏感性的这种途径 就帮助我们了解哪种药物对化疗敏感 那么当然他术前新辅助化疗也存在潜在的风险吧 比如说手术的一个并发症的发生 另外还有就是说如果化疗效果不好的话会延误手术的机会 那么术后化疗的目的主要是巩固手术的治疗效果 降低它的这种复发率 减少肿瘤的进展风险 那么术后主要就是将可能血液中存在的这种微转移病灶吧 做一个清理 那么进一步达到延长无病生存的这种作用 当然术后有些病人如果比如说有淋巴结的转移 或者是R1切除的病人 还要加上一个放疗 感谢观看